好无聊啊,今天表姐一大早就出去了,丢我一人孤零零在家,让我来找找看有什么地图好玩的吧 咦,富人,穷人,乞丐,像本公主这样身份高贵的人,进去肯定是当富人的啊 这不科学啊,我怎么变成了一个乞丐,不可能不可能,我这一定是在做梦 床说她很疼,原来这是真的,我真的变成了一个乞丐 咦,前面有一座豪华房子,是富人家 好羡慕呀,好想进去吹空调,吃零食,躺沙发 等等,里面有人出来了 今天天气真晴朗,处处好风光 今天是个适合出入的好日子,带上美味可口的零食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她永远不会堵车 咦,富人家的门没关,一定是她忘记了 嘿嘿,这下我的梦想可以成真了 看看富人家里有什么好宝贝 哇塞,吃的,喝的,还有各种装备武器 发达了发达,我要把他们全部投回家去 舒服呀,把空调调到最低,看电视哦 真没记性,说门忘记带车钥匙了 奇怪咯,我家的门怎么开着啊 还有个小乞丐在我家 你是谁啊,为什么在我家里啊 啊,是谁打我,怎么是富人回来了 我,我只是路过,看你门没关,所以现在帮你看家吧 借口,你是在偷东西的吧,还看家 怕我不把你揍成熊猫 饶命饶命,我错了我错了 助手,你们在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打他 这个黄毛丫头偷我东西,要坐扁他 助手,偷了你什么东西,我替他赔给你 这一次就放过你一马,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 不然我就放狗咬你了 谢谢石仙哥哥,谢谢 哎,小丫头,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做不得 要致富,还是需要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才行啊 你回家看看,我已经在你的屋子后面开垮了几片田地 以后,你要依靠自己的努力生活 没问题,神仙哥哥,我一定会改过自新的 哇,终于把这片农田种满了 接下来就是等待丰收啦 哎,等等,这怎么有个洞 哇塞,是地下宝藏 这么多的好宝贝,一定是神仙哥哥留下的 为了奖励我改过自新 我以后再也不干坏事了